郭文貴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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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星期二跟我的專家召開了一個會議 就是評估最新的疫情 大部分的專家都不是很擔心 認為由於Omicron的傳播力這麼強 但同時間病徵是輕微 而香港已經透過自然的感染 和相對不差的疫苗的接種率 已經有了一個保護罩 但這個保護不會令我們沒有感染 我們經常說打針是免了重症和死亡 但起碼如果有了這個保護的屏障 就算感染了的人 他不需要住院 更加不會出現重症或死亡 已經處理了我們在抗疫的第一挑戰 就是怎樣可以保護香港的公營醫療系統 折到昨晚為止 醫管局裡面因為新冠入院的人士 只有370名 屬於嚴重和危殆是17個 要去ICU即是深切治療只有4個 所以當在外面看到的感染數字 是真的沒錯 由200、300這個水平 現在去到500、600這個水平 但就未令到專家認為 我們要採取一些即時回應的措施 例如收緊入境限制或者社交距離 但也呼籲我們必須提升疫苗接種率 唯有提升疫苗接種率 才可以令香港更加安然度過 沒有辦法避免病毒的傳播 所以我們將會在疫苗接種率上 繼續做我們的努力 我相信下屆政府 都會從這個基礎上去看 但與內地通關是一個很大的挑戰 因為到現在很清晰 大部分海外國家是一套抗疫的理論和措施 我們的國家是另一套的理論和措施 我們站在中間 我們就要很小心去評估 究竟在什麼時候採取什麼措施 可以相對做到一個兩全其美的方案 但這個真的很考功夫 我可以告訴你 如果是用去年9月到12月討論的基礎 短期是看不到有這個可能性 但是隨著新政府成立 和內地再討論 會不會有調整的空間 我現在沒有辦法可以說得到